另外再帶你來看到是新莊復古路 跟隆安路一帶的壓花磚 因為這個長期的使用 所以現在路況非常的不好 不僅這個下雨天的時候會有路滑的問題 車輛經過的時候還容易發出噪音 因此這個地方民眾很希望可以 重新鋪設柏油路面一併解決所有的問題 復古路和隆安路一帶的壓花磚 長期以來因為車輛行經 所以無可避免路況會不好 不只天雨會路滑還有噪音問題 復古路到隆安路這一帶 就是因為地磚是一個壓花磚 那它是屬於比較硬的材質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改成由柏油路 而且這一段路程為期大概有600公尺這麼長 那民眾在騎車或者是在開車的時候 都覺得非常的不舒適 那還有噪音的問題也是需要一併來解決 這個地磚的設計呢 在下雨天的時候是比較容易打滑 那區公所這邊也盡力的維護 但是都是以水泥的磁磚 水泥的方式來做修補 但是修補的過程畢竟緩不濟急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以柏油路面來解決 而為何獨獨只有這段路面的設計 和材質是如此與眾不同 原來一開始這裡是作為廣場使用 因為捷運施工的關係才成為替代道路 這一段路其實在民國90年的時候 其實市政府是借用桃園農田水利會這邊的用地 來作為捷運施工期間的替代用路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廣場 那它不是設計給汽機車所使用的 那目前的方式會看的結論是希望說我們的市府 積極的和我們桃園農田水利會這邊來做協調 看可不可以以除了徵收的方式來作為 我們收為這個道路所使用 首先不管路權管轄問題 但與路況而言的確三不五 使要維修不只是一筆經費的支出 所以有一勞永逸 而且可以讓使用其更長的方法 而政府似乎要傾聽民意以辯明的方式 為首要記者新莊採訪報導